大家好 我是皮亞 各位電影系的學生 老師 或者喜歡電影的朋友 今個月就真的要留開Movie Movie 因為即將會在電視上播映一部百分百的成員製作 叫做電影史話 這部其實嚴格來說又不是一部電影 而是一系列的紀錄片 連英國的電影雜誌西人生的評語都說Wonderful 究竟電影史話這個葫蘆不是什麼藥呢? 影片的製作人叫做Mark Cousins 他是北愛爾蘭的影評人和導演 他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叫做The Story of Film 關於電影史的書 他就將書中搜集得來的寶貴資料拍成紀錄片 實行用多一個媒介就是電影的方式去回顧寶貴又精彩的世界電影史 全片分成15個單元 每個單元也即是他本書的目錄分類 第一個單元就由1895年電影誕生開始講起 透過搜集很多早期電影的片段 去講電影這個新的藝術形式 以及怎樣慢慢成為人類生活最大的娛樂 然後一路就以不同的單元一直橫跨百多年的電影史 講到2000年代 以及展望到未來電影的走向 全輯電影史話一共有15個小時 影片包括了大量珍貴的電影訪問 以及走訪了很多電影拍攝的場地 導演就說這一輯紀錄片真正做到放眼世界 關注到不同國家的電影發展之餘 還有一些可能被忽視的元素 例如女性導演又或者同志電影等等 可以說是目前來講 最齊全、最大型和最有野心的電影史紀錄片 導演Mark Cutson 還跟MovieMovie做了一個訪問 訪問裡面還講到他怎樣用了六年時間和青春 完成了這一部送給電影的情書 電影史話將會在MovieMovie獨家放映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选繭報告 praticamente Kickstarter 薩金 텍